各種顏色包裝 來自台灣各地的玻璃罐 我們隨手可得 但在他們生命告終之後 又將何去何從 直擊滿滿一卡車 廢玻璃傾斜而下 這些都被看作是 最難處理的城市垃圾 可以看到在我後方 堆起這一座像小山的 都是我們日常生活 使用過的廢棄玻璃 看它們現在 就像是垃圾一樣 但其實它們來到這裡之後 是可以成為資源回收 再利用的原料 而在這一部分 台灣其實是做得還不錯的 因為這些廢棄玻璃 回收再利用率 在台灣是可以達到九成以上的 而且光是這一座玻璃廠 它們每年回收處理的 廢棄玻璃 就多達了十萬噸 清潔隊回收來的玻璃 都要人工篩選 把夾雜的其他垃圾 通通拿掉 再處理變成碎玻璃 碎玻璃能提供給廠商 再做成其他玻璃製品 而在這一間 經營將近五十年的玻璃回收廠 直接開啟它們的第二生命 一千四百度高溫下溶解 透著橘紅色光芒的玻璃 在老師傅一上一下的動作裡 漸漸塑形 它在灌的時候 會有厚薄 但是看工人在那邊甩來甩去 其實是要調整它的厚薄度這樣 接著進到模具 變身一支之酒瓶 另一旁在製作的是杯子 師傅們流著汗水一個個接力 完成前還得仔細琢磨 在接控的地方不可能很平 它會有出出來的那個痕 所以要把它燒掉 幾十年資歷的老師傅 技術全靠經驗累積 它們在做的是資源的再生 更富有教育意義 現在資源回收也走向了無人操作 像是現在我手上這個空的玻璃罐 要怎麼樣回收呢 我來到這個機台旁邊 按下這個開始回收 接著把玻璃罐送進這個洞口 印出QR Code再用手機APP扫描 回收玻璃同時累積點數 就能到商店兌換商品 提高民眾的參與度 而這些玻璃回收之後 可以加工成一個個 光彩奪目的琉璃藝術品 好清洗 好期待 沒有吸管一樣可以喝珍奶 我們邀請你加入這場 珍奶杯的大革命 跟吸管說再見 最近很夯的漂浮珍奶杯 也是他們和學生一起合作出來的 它上面有一個 類似綠網的構材 所以你的珍珠會放在上面 所以會跟顛覆以前的珍珠奶茶 都是在底下的概念 所以當你拿起來喝的時候 你就可以一次把它就是整個 喝到你的嘴巴裡面 七十歲董事長小時候 為了填飽肚子到處撿玻璃瓶 大的賣七毛 小的一毛四 沒想到五十多年過去 費玻璃成就了它 每年產值達五億元以上 電窯爐的使用也減少用點量 像我們的矽渣都要向國外採購 我們就可以節省很多外衛的開銷了 一百零七年他們獲得節能標杆獎的金獎 總統蔡英文也親自來參訪 目前政府把循環經濟列為 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 正符合了玻璃廠的理念 而這些廢棄玻璃經過淬煉 有了更美麗的新生命 也讓台灣傳統產業 欲火重生